我們來介紹這個命體的試態 就是說如果這個我們稱為原命體的話 若P則Q稱為原命體的話 那麼原命體的逆命體 就這樣過來是 原命體的話 那這樣過來就叫逆命體 若P則Q是原命體的話 若Q則P它就是逆命體 這個我們叫做 轉命體 或者叫做逢命體 若P則非Q的話 它是原命體的轉命體 那這個是原命體的逆轉命體 它又是逆命體 就是逆一次再逢一次 那這個我們稱為什麼呢 稱為逆轉命體 兩個對調 兩個對調的話是逆命體 再給它逢一下 就變成逆弧命體 或是逆轉命體 好 那這試態的話 其中呢 跟原命體呢 等義的 就完全一樣的話呢 是這個命體 我們知道說 一句話的話 它有對錯兩種情況 那兩句話合併起來就有四種情況 如果現在有兩個 符合敘述 它的對錯的情況 如果完全一樣的話 那當然 這兩句話就會完全一樣 那我們就說呢 它是等義的 那這兩個 它是等義的 我們可以寫一下它的那個 真值表 這個是 若批則Q 這個真值表 我們現在看 這個什麼呢 這個是 真真 唯唯 真唯 真唯 好 那只有 前體唯真 結入唯唯的才唯 其他呢 都唯 其他都真 怎麼說呢 好 那這個 非Q 則呢 非P的話 這情況什麼情況呢 我就把這個否定 否定以後 真變假 假變真嘛 就呢 這個是 假 真 假 真嘛 那這個呢 把這個否定掉嘛 譬如假假真真 假 假 真真 好 那我們先來看 那這個的話呢 只有 前體為真 結入為假的才是假 其他都是真 那這個真值表 跟這真值表 它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敘述的話呢 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有時候在 所謂證明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用反正法 反正法的話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那個 比如說我們要證明什麼呢 證明根號2 如果 它是不是這個有理數的話 我們通常用反正法 反正法我們是怎麼做呢 我們是說 如果呢 它是什麼呢 它是有理數的話 那一定呢 可以寫成 這個呢 分數的形態 我就說 Q除以P嘛 兩個的話呢 都是什麼呢 都是整數 Q跟P 它是負值的 它是負值的 好那我現在的話 如果它是有理數的話 一定可以寫這樣子 但是讓它不是 有理數 它是無理數 那我就先假設 它是有理數 那我先假設它是有理數 就是說 然後我又推論到什麼呢 推到最後 我假設它是有理數 而且 這兩個 整數的話 它是負值 我推到最後的話呢 發現什麼 發現呢 它們 不會負值 不會負值 那這樣就得到矛盾了 就是說呢 從這裡 推到這裡來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說 如果呢 它負值的話 它就不是什麼呢 不是呢 不是有理數 它就不是有理數 因為呢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是 假設要求它 一定要呢 負值 結果我們做不到 做不到的話 所以的話呢 我們得到結論就是說 它不是有理數 因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東西的話 因為什麼呢 因為 Q跟P 它是負值的 這是為真嘛 為真啊 現在的話 那這為真嘛 現在的話呢 我們從什麼呢 從這個 我們說什麼呢 就是說 推論過去的話 我們是假設這個是真嘛 假設這個是真啊 結果呢 推到什麼呢 推到這個結論 是偉的 推到這個結論是偉的 推到這個結論是偉的 所以說 所以說什麼時候命體為真呢 就是說 這個是偉的 這個 這個原命體是這樣子 原命體的話是這樣子 是我們假設這個是偉真嘛 結果推到為偉 所以變成什麼呢 變成是說 變成說 這個 這個原命體是這樣子 不好意思啦 P啦 Q 我這樣推出來的話 由真嘛 推到尾嘛 所以的話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是說 如果呢 這個要真的話 這個就必須是假 你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了 這個結論 如果這個要真的話 那麼這個就一定是假 所以我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前提呢 是假 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結論的話 因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們呢 假設它是一個有理術的時候 我們是什麼呢 是假 一定要假設它什麼呢 它是要負子嗎 就是說 我一個有理術的話 到最後一定可以化成什麼呢 兩個 負子的呢 這個呢 整肅的相處 這個是有理術它的那個定義嘛 一定可以做到這裡嘛 一定可以 做到說兩個呢 這個整肅 整肅負子 一定可以做到這裡嘛 結果的話 我假設 它是有理術的話 結果竟然得到說 這兩個呢 沒有辦法負子 那代表 我這個假設 是錯的 那就是用到什麼呢 用到所謂的 那個 逆轉命題 逆轉命題嘛 我假設它前提是真的 假設是真的 但最後我得到的這個結論呢 是錯的 代表說 但是這個結論呢 必須是對的啊 當這個呢 必須是對的時候 我把它否定以後 我推回來的話 這個一定是錯的 代表我這個假設是錯的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原命題的話呢 除了 跟逆轉命題是等於以外 它還跟什麼呢 還跟一個負荷敘述 它是等於的 哪個負荷敘述等於的呢 灰P或Q 這個呢 要把它記起來 這兩個敘述呢 是等於的 怎麼看喔 灰P的話 是什麼 是這個嘛 灰P這個啊 就是錯 錯 對 對 啊Q的話是這個 對 錯 這是 對錯 錯了 好 那呢 或的話就是說 兩個都是錯的 才是錯的 其他都是對的 兩個都是錯的 其他都對 所以對錯的情況呢 它跟什麼呢 它跟這個 跟這個命題的情況 是完全一樣的 好那你會說 啊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看起來的話 好像 牛 跟風馬鳥不相提啊 那為什麼 爭執表會很一樣 我們這樣 我們什麼呢 我們就這樣看 怎麼看呢 就是說 這個命題的話 我們是規定什麼呢 規定 當前提 對 結論錯的時候 才錯嘛 其他情況的話呢 都是對的 也就是說呢 一個命題的話 就當 前提是對的 而且呢 結論是錯的 我錯的話也可以用這個符號 這個時候呢 是錯的 其他情況是對的 那這個怎麼辦 你用地摩根定理嘛 地摩根定理的話 你把 把這個看成什麼呢 看成是集合 看成集合的話 P 交 那個Q嘛 把他取的 補集的話 就是啊 P的補集 連集呢 Q的補集 這樣是一樣的意思啦 我們知道啦 這個交集代表且的意思嘛 連集的話代表和的意思嘛 這一樣嘛 這把他看成是交集嘛 那就是說啊 P 取補集 上次取吼定 或什麼呢 這個取吼定嘛 Q的吼定再取吼定 忽無得正嘛 就變成這樣子啦 那這個什麼呢 這個就是 非P 或Q嘛 就是他啊 也就是說呢 我們從呢 這個 這個增值表說我們規定了嘛 規定說 除了 增結體假結論 是錯的以外 全部 其他情況 都是對的 那根據這個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 所以 他跟他是等於的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的話 也可以證明說 這個跟他是等於的 怎麼看喔 要你 若P則Q啊 他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非P或Q嘛 非P或Q啊 好 那非P或Q的話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不然的話我從這裡證明到這裡好了啦 因為這個的話呢 是已知嘛 我們現在來看喔 非Q 則非P 這個等於什麼 這把它看成是P 這把它看成Q嘛 就非P或Q嘛 非這個的話 就Q嘛 或呢 這一個嘛 就 P嘛 不然這個 或的話它對稱了嘛 這跟什麼呢 非P 或Q是一樣的 啊這個吧 這就是 若P則Q嘛 那現在就得到了 好 那就是這樣